字幕視頻 如果你們有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大家就會知道我早前去台灣 我去台灣沒有拍vlog 因為想好好玩 如果去到邊座拿著相機拍攝 那就沒有得好享受自己的假期 所以我決定拍一條片來補償大家 都不叫補償的 就是我在台灣買了什麼 這次買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整個地上 床和桌子都放了我的自然禮品 那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一齊看看我到底買了什麼 首先就是女人去到台灣 必定會買的東西 就是面膜 這隻面膜其實不是紅褲枝裡面好沒有用 但之前我跟她朋友說這隻多好用 我就買來試 然後就銅牌子買了這個 然後這隻呢 我那天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前面有兩個香港女生 她們買了差不多10盒 然後她是買到那間店沒有貨 我完全不知道有什麼吸引 所以她買到那麼多盒 之後我就去第二間小三美日找 找回同樣的這一款 就是去買來試試用 然後這個很多人都聽過 講完涼的菜瓜水 是保濕化妝水來的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的BEST FRIEND 她說她朋友讀護理的讀美容 說青瓜是美白保濕是很有用的 所以叫我幫她買青瓜東西 就買了給她 然後呢 有一袋 嘩很大一陣味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放在衣櫃就會很香 然後每一盒裡面有三包 其實在這裡已經聞到它的味道了 然後我買了很多盒 因為在台灣買應該會便宜一點吧 我相信 她最近在香港進軍了的紅寶貝 這個呢 其實我原本都不認識的 是Rose Ma 她之前在Facebook分享過 說喜歡來香港了 不用去台灣買了 然後她說很喜歡這東西 所以我就跟風買了 然後有兩支衣物清新噴毛 都是紅寶貝的 這裡就寫著可以去煙味 食物油煙味 汽車的廢氣味 以及衣服的汗味 就是給那些很喜歡一件衣服 穿完又穿 死都不肯洗衣服的人用的 當然我就不是這些人來的 只是我喜歡洗完衣服之後 不留衣服 放到衣服全都上了 嗯 咦? 然後如果有一股噴味 就洗極了 那我來噴吧噴吧噴吧噴 噴完之後應該沒有噴味了吧 嘩 接著要說這件事呢 厲害 噴噴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它們是一粒粒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茶葉 眾所周知 我是一個茶控來的 然後去台灣 我去的時候都會去成品 有一間叫京聖宇 專喝茶的 叫完之後會馬上衝給你 馬上炮給你 然後上次去台灣 我去天人命茶買了幾粒茶葉回來 這次又給我找到新東西了 這個叫茶粒茶 它一粒就可以加200cc的水 去沖的 它濃縮了茶葉的精華 那一粒就可以拿來沖 即是你很方便 一粒丟進水裡 然後加熱水就可以沖來喝茶 接著我這個是黑木耳薑茶 沖完之後真的會有黑木耳 即是一粒這麼小的東西裡面有黑木耳 我看起來挺過癮的 那我就買來試一下 想拍片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遲些就再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聽說這間店已經拿了專利 即是亞洲是沒有其他一同類型的產品 對 接著就是 其實應該不是很關台灣的事 不過照說 很快就這樣說一說 就是 我在Toon Toon Anna買了三對絲襪 我喜歡在冬天穿肉色的絲襪 對 接著這隻穿完之後 它那個顏色跟我們的膚色很相近 好像真的沒有穿絲襪 我覺得挺好用 所以就經過Toon Toon Anna買了 其實我不知道我的價錢和香港比起來是怎樣的 但我之前在香港看是沒有貨的 所以我看到台灣人就順便買賣了 接著我們在三創那裡 走了六樓那裡 專門賣動漫東西 Figure那些 接著就有一雙屎萊姆的拖鞋 我打算買來送給阿屎和屎嫂 那其實這一雙 阿屎應該穿不下的 我想只可以給屎嫂穿 對 接著同樣是三創買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被我押到這樣的 對 這個是不是大英雄聯盟 我打算買來送給潮媽 是一個錢硬仔 潮媽就很喜歡這個 所以我就打算買給他 這個很便宜 這個是299台幣 剛剛那雙屎萊姆拖鞋 就700多台幣 799台幣 Holy shit 我終於買這麼貴的東西 之後某一天去妖河街夜市 我就買了一些 番茄眼 這間叫做阿圓肥皂 它就有很多不同的 有功效的手工肥皂 不知道為什麼是手工肥皂 總之就是肥皂 然後這個是紫草樂神 這個是給豆豆機的 因為我是豆豆機來的 然後這個是金銀花 金銀花呢 金銀花呢 有濕疹的朋友應該知道 金銀花對付濕疹是很有用的 那我曾經有過一次濕疹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犯法 所以就買定 然後另外有兩塊 一塊就是Felix的 放在我那裡忘記拿走 另一塊是我買給潮媽的 潮媽和晶晶都有一些濕疹的問題 轉天氣的時候 就打算送個番茄給她 就可以幫助她們的濕疹問題 好啦 之後就跟大家說一下 我在光纜大批發買的東西 我經常都讀了光纜 其實剛剛的紅寶貝都是在光纜大批發買的 某些 有些是小三美日的 他們是小三美日買的 然後買完才發現 在光纜大批發貨更便宜 好像是 好啦 首先講一下這個 其實這個應該是日本買最便宜的 我也不知道香港買會不會便宜 如果你們有留意的話 這個就用來睜眼的 即是你開完之後 它會暖十幾分鐘給你蒸著 這樣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這幾天份價格我都有用 然後我買了一堆這些鞋墊 其實對我來說暫時沒有用的 但買定先的 然後在香港不是很多 見有那麼多這些鞋墊有那麼便宜 這個多少錢呢 我也忘了它多少錢 然後這個就是眼線筆 因為我很少用Pencil 但最近發現 好像用Pencil說眼線會快很多 所以就買了兩支 一支黑色一支啡色來用 然後就是眉毛鉗和指甲鉗 因為去旅行要剪指甲的時候 經常都沒有個小指甲旁 所以就買了一個小指甲鉗 然後呢 就買了一個蕃茄盒 就是裝我剛剛那兩塊蕃茄用的 然後就是豆豆貼 在香港我沒有見過 其實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然後呢 有一間呢 飾品店呢 是我在香港 慕名而去的 前一陣子呢 我就在Facebook那些廣告那裡 看到這一間飾品店 Vacazza Zazeri Shop 應該是這樣做的 嗯 好啦那我之前呢 就在Facebook那裡 看到一個廣告呢 就是他們的星座項鏈 我就被星座項鏈吸引了 進了他們官網看 然後呢 我發現很多 很多飾品都很漂亮 而且它基本上呢 是每一款耳環都可以改做那些夾夾 就可以給我這些沒有釘耳孔的人呢 可以盡情這樣選自己喜歡的款 只如還可以戴 然後呢 我就買了總共12樣東西 在這間店裡 買了12樣東西 買了成千元東西 唉 很恐怖 欸 那呢 首先呢 我就買了星座項鏈 然後我另外再買了兩條呢 就送給我的朋友的 然後呢 我買了一條呢 我一直都沒什麼興趣的東西 就是Choker 那 那些人聲稱為狗帶的 那我特地買了一條不是黑色的 因為黑色對 真的不太配合我的衣服的衣著Style 這條我覺得挺有趣的 它有一條粉紅色的東西 然後中間這裡有一顆 像是大理石的紋理的白色石頭 然後下面吊了三條東西 沒錯 我戴上頸其實也挺好看的 我覺得 然後呢 我現在戴上這一對耳環 它是一個山腳形 上面有顆石 下面有一條丁丁 這樣 簡簡單單 但又有點特色 這樣 然後我買了一對 不是很對稱的耳環 然後我買了一對這樣的 然後呢 我又買了這一隻 有一些簡簡單單的款 然後這一對呢 是比較有氣質的款式 其實我覺得和我不太合 但實在太漂亮了 我覺得真的不可以不買 你知道這對耳環叫什麼名字嗎 藍色大學的傳說 立刻就想買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對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就是這一對 又是幾何造型 然後有一顆豬 我就是喜歡這樣的東西 然後想說我的手鏈 這條手鏈也是在那間買的 我發覺很喜歡這些藍色的石頭 然後呢 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首先呢 就是這兩盒 這兩盒叫做小潘鳳梨酥 不是小潘蛋糕坊 不是 這兩盒是在一間叫做小潘蛋糕坊 買的鳳梨酥 那這一間的鳳梨酥 就是小印和阿士推薦的 他們聲稱是一世人裡面 吃過最好吃的鳳梨酥 那其實我本身對於鳳梨酥 這件東西 就不是特別好的 那所以呢 其實它原味的鳳梨酥 吃完之後 我都覺得跟平常吃的 分別不算太大 但是 跟我們同行的阿Wing 嘉倩 和Felix 他們都有買 他們吃完之後說 哇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 那 我就真的不太懂得去欣賞 但是 那 這一隻蛋糕味的鳳梨酥 我就非常喜歡吃 我是很喜歡吃有蛋黃的東西 那它的包裝是這樣的 叮 有一個小蛋黃 這一隻真的很好吃 然後 我就在西門町 有一間 賣老美的老字號 那間老字號 裡面 就買了兩包鐵蛋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鐵蛋 一包不辣 一包辣 其實我都沒試到什麼味道 對 那就 免得評論太多了 然後我就在敦南的成品那裡 買了幾包 這個叫 乳諾斯 它的乳諾斯 就是芝士的意思 那它呢 其實吃下去 就有點像 芝士味的 魷魚酥的口感 那它吃下去是鹹鹹的 香香的 其實小吃多姿味 我覺得 我後來買完之後 才發現自己是不買太多 其實根本不需要買到這麼多 你吃一點就很棒 但是吃得太多的時候 你就會驗的了 所以我覺得一天吃兩條好了 然後在同一間 我買了這個叫 杏仁片 它就是 兩塊紫菜 包著杏仁粒 又香香的 又有咬口 不錯 挺香的 然後這個就是 黑棗葡萄乾 我不知道是不是紅棗的朋友 吃下去有些紅棗味 就是有些棗味 有些提子味 而且它是大大粒 這麼大粒 很過癮 我自己挺想吃多些 生果乾 就買了 然後必須要說一下的就是 我去到台灣之後 不斷找的鐵蛋 這個叫做 橫皮鐵蛋 我前面也說過 我很喜歡吃鐵蛋 它一包裡面 大鐵蛋 就會真空獨立包裝 一粒鐵蛋 然後如果小鐵蛋 就會真空包裝三粒鐵蛋 那我就覺得 它那隻獨立包裝很好 因為有很多鐵蛋 一包 然後你開完之後 你又吃不完 那麽多 你一次又吃那麽多 就很不健康 它那個獨立包裝 也是真空的 又不知道怎樣可以 好好的保存它的包裝 感覺很麻煩 所以有這種獨立包裝 我就覺得真的 嘩 好好 然後買了來試 試完之後 我想說 這隻味道是超棒 細鐵蛋 我就不喜歡原味 細鐵蛋 我就喜歡辣味 它的辣味 是有一點點麻麻辣的 如果吃不到辣的人來說 吃一粒 都覺得 嘩 這種辣度剛剛好 但是吃三粒 就會太辣了 我說什麼 我覺得辣味來說 在我吃過鐵蛋裡面 它是做得不錯的 那大鐵蛋來說 其實我比較喜歡原味 它那個老汁 很入味 很香 然後辣味的 跟小鐵蛋都差不多 反而小鐵蛋的辣味 更加出到辣味 大鐵蛋的辣味 就沒有那麼出色 所以我比較喜歡大鐵蛋 是完美的 這兩包東西 其實它原本 在台北是沒有任何分店的 它是在高雄和台南才有的 我找不到 所以我很傷心 後來我去機場的時候 居然被我找到它了 我上一次去台北的時候 我只在機場裡 看到有幾包細鐵蛋 我是找不到大包的 而且是很缺貨那種 超誇張的 所以這次我沒有什麼希望去機場找一下 不知道真的被我找到 然後我一數數了12包 六包細鐵蛋 六包細鐵蛋 然後同樣的東西 我原本想買 但是原來只有網購 沒有任何店舖的 就是這個 真本麵 這隻麵呢 我是在 在成都那一陣子 阿屎他們 有這隻麵 然後我煮了來吃 然後吃了 一事愛上 煮完之後 是這樣的 我知道你們看不到 應該 近一點 近一點 再近一點 看到了吧 它是粗粗的 我自己喜歡吃那些 面身比較粗的麵 一般的辣辣的 又是麻辣的 我很喜歡吃的 但是我吃不到辣的 它是半麵來的 所以是乾身的 因為厚身的關係 但是它很有嘴唇 好煙煙韌韌 又好喜歡吃 無論它的口感和味道 我都覺得是一流 超好吃 最後一樣 就是這頂帽 其實在香港應該也有得買的 這個系列的帽 就是one piece有一系列的帽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nstagram 應該都知道 我們同行的人 基本上一人買了一頂 那我這隻 我原本沒打算買的 我是給它裡面經驗到 裡面有chopper的圓想靈 我就是給它這個吸引到 然後其實它外面也很漂亮 就比較配合我的 夏日衣著風格 當我想頂頂的外出的時候 有頂帽 立刻點綴我整身的造型 那它應該比香港買的 是1600台幣 我們同行那張照片 那幾頂都是1600台幣 應該比香港買的 所以就突然被燒著了 這樣就扔了1600塊 好啦 那今次這條台不戰利品 就完了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放下一個like share給朋友看 還有留言跟我說 還沒訂閱我的話 就快點訂閱我吧 還有按鈴鐺 訂閱旁邊的鈴鐺 那我出片你就會收通知了 好啦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啦 拜拜啦 我的小笨蛋們 ブ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